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让RNG拿阵容拿得有点舒服 拿阵容拿得确实很舒服在红色方 然后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中期确实没太处理好 然后我觉得下一局还是要着重体现于 怎么能够把自己的阵容优势 或者自己这个队伍的风格给打出来 不过好消息是看几个小伙子面部的表情还是比较轻松的 对 我觉得心态肯定这个时候要保持得比较好 然后更多的就是去着眼于下一场比赛 而不是要把目光聚焦在比如刚才怎么输的什么 就稍微总结一下赶紧就去打下一盘了 是 就运营包括团战里面的一些分工 再包括到最后的Let me 偷家戴塔的一些决策 就第一时间队伍能够反映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觉得训练赛当中应该也是有出现过这样情况的 大家都是有练习过在平时的比赛就私底下 狼行上一局蓝薄依然是打出来的比较高水准的对线 在被击杀一次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提前把防御塔的血量推到比较低 但确实团战的时候Let me 对他的限制实在太大了 没什么办法 几波团战我们基本看到都是青刚影 追着这个蓝薄把大招交给他 让他无法逃脱 而且另一点我觉得也要给 持续的给麻辣香锅这个英雄史点个赞 因为麻辣香锅应该是我认为在这个联赛当中 练英雄或者说英雄史非常非常深厚 练英雄也非常非常快的一名选手 你会想到他除了那几个招牌英雄之外 他能够频频套出这种版本强势 然后敏感度 他对版本的敏感度也很高 比如说德杯的时候 在夏季赛开始之前 德杯的扎克刚刚重做 RNG就凭借着麻辣香锅的扎克拿出来过 Let me的青刚影 加上麻辣香锅扎克的这种海洛杜通蝶加动管弹球体系 然后到后面包括他的梦魇 包括现在这种版本新规大树 就是香锅练英雄的速度跟英雄史的深度确实是很强的 第二局班人RNG这边来到蓝色方 班人相对来讲轻松一些 先搬纷纷的卡卡丁 再搬勇的锤石 是你在紫色方的一个班人 大嘴加上卡丽斯塔 直接搬掉 就优贼之前发挥非常不错两只英雄 最后一手看搬什么 班人OP怎么样感觉是要按一支的 扎克怎么也得搬吧 我觉得 扎克加里奥现在要搬的英雄太多了 那紫色方其实有机会拿到 像大树或者虫子这样的选择 扎克搬了 RNG这边先抢什么 RNG这个队伍也是 就游戏在UZ在场的时候吧 对女警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 游戏又来到7.14版本 就女警这个英雄大树的敏感度不是很高 一抢的几率也不是很大 你想看会不会抢大树 抢了蜘蛛 还是蜘蛛吧 版本强势加上鸭客的招牌 再加上麻辣香锅的招牌 两个人都很善用这个英雄 然后又是这个版本最强势的前期打野英雄 对 那就肯定不能再让Let me拿个鳄鱼了 那也懂了呀 就你拿蜘蛛 我赶紧把这个女警给拿下来 拿了个女警 二楼看选什么 虫子 克加斯 好 克加斯锁定下来 RNG这边二三手 用什么去打女警呢 这一手虫子应该也是个一抢代斑吧 因为蜘蛛的先手再加上虫子 太强了 这个中眼 或者是上眼 那RNG二三楼 要拿AD了 小狗这边要拿AD了 我就不拿的话会被对面的第二轮扳 小狗打女警的话 有一手小炮我就可以拿 这个崔斯塔纳还可以 维鲁斯也行 反正肯定要拿AD 这手不拿AD 留在第二轮拿的话 拿不到什么好的选择 锁剩无几了 就可以拿的就锁剩无几了 三楼 要不要把下路组合直接锁下来 这一场 加里奥还在场上没有人选 三楼这边的话 其实下路组合也可以出 还是树 还是把7.14比较强势树拿下来 而且树也是个摇摆位嘛 不想给苏宁大树加上虫子吧 三楼这边 终担加辽 继续打刚才的这个体系 第二轮扳 先扳小虎 盐雀 不给你带动节奏的机会 然后 RNG这边看回敬什么 我觉得皇子现在可以扳一扳 真的皇子正英雄可以扳一扳 你可以这边加辽 皇子加女警 还是有点阴霸的 而且对方这个摇摆位也比较厉害 皇子万一拿去打野虫子上单的话 也是可能的 搬塔姆 这一手逼苏宁去搬一个辅助了 或者是苏宁 我就感觉他有可能会搬卢西安 中路的对线上面来说 看会不会搬 这个阵容要是 我觉得不太可能搬卢西安吧 因为搬卢西安 他还是搬了 因为我觉得是 之后再搬个机器人 我觉得是没什么太大必要 搬路线了 就感觉苏宁在来到紫色方之后 前三手已经拿到 他自己想要的阵容了 最后的Counter Pick 苏宁这边也是可以有一手辩证的 我觉得搬个皇子吧 我觉得可能要搬个皇子 还是搬辅助 那依然有皇子存在 而且狼行也可以打上单皇子 然后他们hacker打野 也打过这个打野的皇子 不好琢磨 现在苏宁的话第二阶段选人 要不要先选 可以选个辅助啊 现在把最后一手Counter Pick 选了汤了 打野卡兹克 上单的虫子 然后选择用卡兹克 带这个加利奥进场 RNG现在的另外两手选择 摇摆位的大树 然后看中单小虎这边出什么打加利奥了 卢先被搬的情况下 拿什么压制 蛇女是我们一直在提一个压制 加利奥不错的英雄 或者这场中单飞机 我觉得也还可以 因为炎雀已经被搬了 其实飞机是个蛮不错的选择 因为中路加利奥是有比较长的支援性的 如果你要选一个像蛇女 或者是在下不太容易跑线的英雄 可能会输一手在中期的团战 好 我刚才一直说摇摆 是因为我觉得以RNG来讲 有那么5%到10%的几率 有可能大树去打辅助 对 就我一直在这么讲 蓝色房也敢这么玩的 估计只有RNG了 所以最后一手还是拿到了一个布隆 那下路是维鲁斯加布隆的组合 然后打野的蜘蛛上单的数 SNG这边塔里克 这个英雄其实在最近的比赛里 就海外联赛就LCS什么的还是很火的 要选蜂女吗 就蜂女现在在韩服里面 辅助的登场率和胜率都极高 第一吗 OP点击是第一 还是锁了塔里克 我觉得选塔里克的最主要原因 可能是考虑到 去规避数大招进场的那第一波伤害 同时为自己进场的英雄 提供一定的保护吧 也可以再弥补一手控制 这个下路组合到六级之后满男杀的 但是拿塔里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就放弃了非常强势的辅助开团 因为勇是一个满爱开团的选手 我甚至觉得这局 他可以继续拿洛家女警下游 但这样选塔里克就是着重于保护 以及打一个保护型的控制 所以开团的能力会 我觉得这个阵容 选完塔里克导致他们很 就开团上面吧 有点弱 很需求打反手 这个阵容 就他下路选择到保时 也不是像 不管是火男 机器人还是说像杰拉这样的选择 可能更多的还是觉得 保时的功能性在这里 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一首大招 第一时间能够让队友不死 团战里面接着能输出 海南一个说的是Legme Legme也是海经毕业的 前一个月学弟们也是拿了高校冠军赛 世界赛的冠军 这场的话 我觉得SNG这阵容选的稍微有点被动 满吃下路打优势 然后去推打的 否则的话 军事进入中期 太容易被维鲁斯蜘蛛这样的英雄 包括大树这样的英雄 频频找到节奏 然后给抓机会了 这边SNG的粉丝 也是亮起灯牌 就这种缺少先手的阵容 我觉得第一个是线上需求推打的优势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样的阵容容错率相对低一些 因为你在有一点劣势的情况下 不好进行一个开团 就看他们怎么去打这套阵容了吧 就首先一定不能输线 双多蓝箭出门的AD 萃取飞机 是 究竟发育一波吃钱 那这样子 风雨者的祝福 宝石 对 宝石也可以给盾嘛 而且我觉得小虎应该是觉得打中单家鸟没压力 本来对线 萃取就萃取吧 UZIO是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热忱 战场六桌的热忱 双方又都是双TP 这一局前期的一个节奏同样非常重要 主要是蜘蛛 这一局我觉得蜘蛛是 RNG这边的一个前期节奏发动机 包括配合上中路一定的对线推线的优势吧 能不能进野区搞搞弹囊的事也很重要 Let me上来要骚扰一下 配合中路的小虎 上路是个劣势线 对于RNG这边来讲 上路的对线肯定是劣势的 你要被推的 打不过 主要是打不过这个虫子 是要被压制的正常对线 这边小船组帮开篮 RNG这边的话也是帮蜘蛛开红吧 对 没有选择帝王开 是 他这样开有可能要直接三级去上 他是一个最快速打完红 刷三郎 三郎刷完刷蓝 然后可能直接去上这么一个打法 一会儿可以注意一下 很贼 下路过去想直接Q女警没Q到 反身就被宝石骑士给晕到了 Q也用掉了之后 用是知道布隆前期的消耗能力 主要靠Q Q到了 但是又在刚才被套一套耗的还蛮伤的 塔利克7.14得到的一个小小的提升 嗯 充能的模式更新 是的 蜘蛛打完蓝是不是直接去上 看一下 哎 下面这边前面拼 应该是三级直接去上了 这种直接帮忙打完 然后打红往上 在对面打野也在 Hiker也来了 先动手 这边能先动手再等坤 闪现焦招极了 Q也没有Q到人 唐跳上来先杀一波蜘蛛骂 杀不掉啊 天然飞仙落下去 想换大树 看一下做了一个兑换 但是蜘蛛这边创的还是惨 闪现过来打了个闪现回来 解减没解到 差一点 嗯 我觉得狼行的闪现焦招极了 对 狼行闪现可以等 节俭出手 就主要是它闪现的时候 是大树W已经出手了 刚才那种情况 要不然就不焦闪现了 因为焦闪现被捆到 其实结局是一样的 要不然就是等对面 如果万一控制键出现 一点小小的衔接问题的时候 比如被捆的时候 那个节俭还在空中飞 捆效果结束 你将来躲这个节俭 对 稍微可以接受的是 虫子的上路 对大树是个优势兑现 而且hiker这一波过来 是把人头给换掉了 嗯 下路这边直接压到塔下 前期女警手长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 而且塔下捕到的时候 一旦走到防卫塔 下面的位置 很容易被死角 Q一下 吃Q 二二三四再来一次 有个眼 下局是应该会被眼看到 但大树这边已经上了 闪现捆 有点急啊 Q回来节俭 没解到 有点急 这闪现捆明显 蜘蛛有点跟不上 主要是 除非这这么大 除非是双闪现 就是闪现捆 接闪现节俭 狼心应该是一身冷汗 嗯 头皮发麻 又来了 四分钟 来了两波 嗯 蜘蛛回家 五速鞋 这个动向来说 就是要更多的 也去刷完 去搞事情了 嗯 我手 FURI这个和平使者 刮的还是蛮准的 基本上都刮到 UZL 清线的同时也能消耗一下 对 尤其是在补尾刀的时候 直接扔Q是满营一众的 那蜘蛛下来了 游戴也是为了这波 直接把血瓶给磕起来了 蜘蛛这边过来没视野的 跳上来挂被动 塔利克直接交闪 Q在冰上了 先追着平A 等冰线过去 解写提到塔利克 没闪的 想先杀塔利克 枯萎剑弹落得慢了一点 导致这个治疗是全额加上了 如果枯萎剑弹早点落地的话 这个治疗效果会被减免 就有机会击杀了 只不过这一波 没有挂上女警的被动 有点可惜 第一时间蜘蛛只能碰到女警 应该是刚才看到宝石交闪 就想杀宝石了 对 但是有点想法 至少顶完以后 宝石这个血量还是蛮充足的 还有个虚弱 前期这一波打完下路 战士技能用这边是交掉了 还是有点收获的 这样前面几波的进攻 收益都不是特别高吧 就对于蜘蛛这边来讲 一波换掉了 一波打了一个辅助的双招 跟AD的治疗出来 就看接下来的第二波进攻 能不能找到机会了 马上锅这局 刷野的数量也相对比较少 更多的是在找机会帮助队友 又往上走了 而且因为Lightme帮他 把眼排了一下 应该是 河道已经放了这个控制守卫 走上来 有机会 这波很有机会 直接直接截到 伤害够不够 沉默Q往塔里Q了一下 伤害差一点 想强行杀天外飞仙 跳过去 换扛 Lightme 多扛一下 好 小蜘蛛最后扛了一下 对 也是保着麻辣香锅 因为刚才麻辣香锅 天外飞仙上去 再下来 如果再吃下防御塔 雪兰就非常危险了 虽然非常的极限 但是在6级之前 又杀了一波大虫子 这个节俭放的也是很果断 起身直接放 就没犹豫 一般世界顶级的蜘蛛选手 两种玩法 要不然你就果断一点 出现的时候直接放节键 不给对面反应时间 要不然你就是像皮纳腾那种习惯 就是 先扔个别的技能 然后骗你闪现 追着你 追着你走 追着你点 然后等你走位 出现这种扭伸的卡顿的时候 再交节键定你 基本上就这两个流派 就不过后者是 马容易被一个回身走位 给扭掉了 所以说他也选择 比较直接就出手了 主要配合五速鞋吧 确实比较突然 这个节俭 Q到了 刚才这波过来 缓解压力的话 也是让UZ在线上 更舒服点 又来了 有一个隔墙的眼位 很漂亮 是的 香果也是往上路绕一下 先去蓝区做一圈视野 也不着急 这边一颗睁眼看到了 这应该没什么想法了 现眼也是看一下 之后苏宁会不会有转线的行为 但这波看到蓝还在 而且家里要回家了 怎么说 这个蓝 RNG下路是个推线的一个情况 但是兵线并没有压进防御塔 所以这一波可能 想了想没有动手 而且Hacker确实 等级是领先的 因为蜘蛛刚才 两三波都一直在 跑线去干渴 所以说Hacker这边 刷野数是比较多的 交个扫描 把刚才留下的这个眼给排掉 可以直接拿下来 第一条龙刷是条水龙 这蓝还是要给一下 加里奥的 打到后期就无所谓 但打前期 毕竟还是对线期 这蓝还是要给加里奥的 尤其是你对阵 就是飞机 飞机有了耀光 再有蓝buff之后 这个倾线的能力 水银鞋 面对飞机的时候 也是补一下魔抗 同时可以规避一下 对方上野的一个控制 上野加上下路之后的控制 全是控制 是 上半野去苏尼 是做了一些 蜘蛛如果包上的 一个防守眼位的 就如果他再要想 到上路去包这大虫子 应该是会被视野看到 走过来看到了 这个控制守卫 赶紧排掉 还有点收获 30块钱 比补个兵还值钱 加里奥也是趁着 这一波飞机排视野 赶紧把兵线推一推 现在双方都没有 特别好的支援边路的机会 尤其是现在打野 都进入了一个 刷钱的阶段 机会不是特别好 现在对于 两边的打野来讲 就依然是 马拉前跟我想要 尽可能的再帮队友 扩大点优势 然后 海克尔这边就想着 继续再发育发育了 海克尔这边完整的 覆没打野刀 已经裸出来了 上路的对线的话 给了虫子几波压力之后 来自密这边 在英雄对线上的烈势 被拉平了不少 没有那么的不舒服了 蜘蛛在下路刷石头人 这个裸攻速鞋的女性 怎么好像有点不敢补刀了 感受到了 蜘蛛有可能要过来 因为河道的视野 是看不到三脚草这边 有没有人的 睁眼排掉 打下来 打一套 这个鸣这边 有没有人接一下 顶的盾 马将过来接他了 加了英雄登场 这大招应该是废掉了 没有起到太好的作用 飞机甚至可以推一波 这个点一下防御塔 虽然点得比较慢 这个时候还好 这个时候反正保护机制也取消了 而且他有要光的 他要是愿意等兵来了 RA一下 还可以 再点一点 翔果也到中路过来 保护一下飞机 那野区的这一波 动向来说是瓦解掉了 苏宁可能有想法 哈利克晕 晕到 女警不敢上来切夹子 你不太敢过来了 刚才 确实感觉布隆 是要直接走到脸上 点被动了 所以说第一时间后撤 UZ这个维鲁斯 是一个主Q的玩法 对 但是 蛮多现在都喜欢主意的 对线的时候 伤害更高一点点 下楼这边 一直有一个推线的线权 野区这边没有蓝 Buff要刷新 看一下香锅 接下来会往哪里动 中路的话 往下跑了一波 立刻被飞机在线上 大导弹家 耀光平A 这个 太瘫了 兄弟 有点伤 而且闪现也还在身上 这一波回头 是想吃这几个远程 就那一刻 纷纷好像掉线了 你知道吗 就一般 你只有掉线了会这样 就是你 往前走 对 因为鼠标之前点了 对对对 就你鼠标往前点了 不受控制 然后你血量已经很低了 你就往前走了 然后对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你A掉了 这好伤啊 这家雕虽然复活有TP 但是中路的他血量 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了 闪现会有伤害 好了 这太伤了 落地之后 能不能留个蜘蛛 TP时间太慢了 4.5秒的吟唱时间 落地之后 蜘蛛早已经影都没了 而且他留蜘蛛没想法了 现在下落这一件 又是给了蛮大压力的 现在反而是RNG双人组有机会去摸一摸防御他 再来上面 哇 马拉前我这局真的是三路在跑啊 五速鞋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对 既然投资了前期要做这个鞋子 肯定要帮线上的队友给对面更大的压力 加利奥在往上绕 但是这波也没有动这个科加斯 飞机有导弹包 哎呦 这波小虎有可能想凭借这导弹包强行点中中一塔了 毕竟导弹包有一个极远的位移 我可以很安全的就强行点你的一塔 点掉我就导弹包跑 这时候就要卡线 这时候纷纷绝对不能让这个线进来 但是不行 吃不住 强行点了 导弹包前行点了 这个位置 还好 倾线还可以 嘲讽 嘲到有导弹包 直接交一下 也是队友拼了一下 附近的视野没做齐 然后可能下路这边miss了 对 塔里克也来了 那个螳螂也在边上 赶紧留 那这一波等一下队友 导弹包是用掉了 但就这个中塔血量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技能加一个平A的事情 主要真的 刚才那波在塔下被击杀太伤了 塔下被击杀之后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就是过来首线的打野 也被马拉前行点到 交闪直接硬补伤害也杀掉了 对 尤其是萃取发完钱之后 现在飞机的一个装备是蛮领先的 13分钟不到有了三项法穿鞋 还有一把攻速短剑 对 然后因为选了个塔里克 再加上我觉得确实是 这兑现能力 又在兑现能力比较强 这体现不出女警的优势 对 就现在防御塔也推不太 派出血量的优势 然后补刀竟然还落后了 反而是选到女警 在下路有点憋屈现在 对 咱们选完人就说 SNG的阵容没什么先手能力 一定要防御塔上有血量优势 先推一塔拿到经济优势 然后去滚雪球 是 这反而是中路一塔 应该是要掉了这波 这一下的事情 小虎单吃掉了中路的一血塔 然后马拉前行还在solo这个风龙 3000的经济优势 13分钟 有一颗视野能看到 但是没什么办法 水龙也要放了 是的 这个控制守卫跟那个眼两个人隔了一个龙的距离 看不到了 不过下路这边还是依然有限权的 现在中路飞机又解放出来了 中期苏宁其实挺难打 然后上路大树也没劣势 就补刀稍微还是跟之前一样 有一点小小力 但是人头是补回来了 就有颗人头 螳螂在侧面 想做一波保护 看一下RNG下路的一个嗅觉 宝石如果想要先手的话 其实挺明显的 没先手啊 主要是 他会穿冰走出来 主要是这个阵容就是没先手啊 这个阵容保持先手只能什么 闪你脸 就是一闪你脸 这也太假了 投资太大了 这样子 关键是 维鲁斯也是能反手大招的 很难成功 就这种先手 对 你这种突然一闪脸 感觉有点奇怪 尤其对方又是布隆这样 反手能力极强的英雄 这时候蜘蛛来了 在控视野 把这个屏蔽掉之后 还是看到 排眼的时候还是看到了 想拿下路的塔 这边维鲁斯一直用Q去做一波消耗 这也是做的蛮充足的 中路这边 就飞机随便去野区发育一波 到中路还能吃一波线 虫子来了 这个位置没什么机会啊 小谷感觉打的手非常热 这个操作很顺溜 打一套鬼身 往尔及里俯冲拉开距离 然后就往下一拉 还能回头去补货外皮 哇 这往前 W了又开始 这一个人打出三个人的感觉了 一个飞机在中间 打一波佳僑 打一波螳螂 然后从来拿它没什么办法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 看到了螳螂的位置 那上路让大树去推线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大树这边也做了一颗 石头人的防守眼位 上路 这一局 前期的运营 RNG占到蛮大优势 野区过来包一下 想过来打 一闪云两个佳僑 在天外飞线 落落在上面的草丛 布龙一个大招反手打得不错 女精选来比较低跑 小大招下来先秒一个布龙 大招下来先开无敌金色的雪条 但小虎这波要过来了 小虎过来给一波AOE挺足的 W上去已经给之聊 Q技能打偏了 小虎的位置自己有点危险 往角落跑 跑掉了一个晕眩 但自己也只能交闪下来 最后让子弹飞又再过来 帮忙挡一下 这波挺极限的 最后这个虚弱有点致命 如果不是用手了 就是省了一个虚弱的话 可能这一波小虎 有心上去收割 终于是找了一个机会 刚才UZI第一时间不在正面 然后保持其实是闪现 晕到了两个人 是配合家里奥 把这个打起来了 灯下黑啊在这 在这玩灯下黑 这就UZI万一 往草里随便放个技能 不是 被打断了 被打断了 被打断就死了 它都没闪的 飞机有踢 这一波想包一下 导弹包齐袭 一个导弹包过来 闪现还是被导弹包烫到 没了没了 这个导弹包摸到你 基本上就别想走了 而且是个半血的女警 这边交了闪现 还是要死 下了防御塔 在两波纠结之后 还是退掉了 经济优势进一步拉开 好了 现在感觉有十分钟 上路哥俩没镜头了吧 确实 这上路哥俩怎么样了现在 就两个人 这儿子还看视野 你看 对这个树儿子 当然树儿子视野发现比较小 那你跑过来会不会再炸 这两个兄弟 哎呀 你们打得好开心啊 不管不顾了 反正 就其他人打得好开心 然后他们两个在上路 就为这打一套 哎呦伤害太炸了 一个冒机 晕到了 有W上去 能爆吗 不用爆了 直接是格林机关枪加 平A就收掉了 药光的三项之后 药光提高到200%的技术伤害 就宝石现在在野区 如果遇到一个飞机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主要是被敦草打了一套QRA 这个太伤了 对 这一套打上去伤害太炸了 嗯 现在的话 峡谷先锋 18分钟赶个末班车也能拿下来 而且如果直接扔到上路的话 感觉上路是没有办法守 而且18分钟是相对 血量比较高的峡谷先锋 挺强的 郑永耀 直接打了个闪 他还是被捆住了 郑永耀 过来以后走位 扭开这个杜朗护盾 没有中路一塔的 只能往自己野区跑 星球球登场被打断了 大招大招再黏住 虽然蛮肉的 但是你架不住 两个人持续对你输出 再Q一下 芬芬这边眼看是 要跑到自己虫子身边了 好肉啊 虫子过来保了他一波 芬芬这边残血逃走 但是又开始转目要打虫子 看到队友这样在野区 被围忧 确实要过来支援一下 打了也蛮长时间了 现在加联奥比较肉 毕竟身上是有一个 适应性头盔的 对 他在转实相轨石板甲 现在上楼这边推完了 兄弟帮你坐个车 再反这个蓝 可加斯实在不行 过来吃了呗 Q一下 还是被飞机拿到 大叔捆了他一把 让他没法过来吃 挺想要的感觉 下楼这波兵线推 推过去的话 还是有个蓝buff会好很多 那自己家的蓝肯定想要啊 这肥水不留外人田 你再不济也不能让别人给抢走吧 对不对 对 尤其是现在如果在兵线上面 一直受限的话 其实野区的视野 包括资源也是不保的 因为这个飞机机动性太强了 嗯 侠谷先锋 而且你还要拓女警装备的发育时间 现在女警是有电刀的 是为了弥补倾线的能力 但是他打团 现在点人也是点不动 现在飞机伤害已经是爆炸级的了 就见到对面 不管是谁就能上去打一套 对 这301的飞机真的是爆炸级的伤害 破坏力十足 维鲁斯有了破败之后 又补了个绿叉 打架的装备嘛 这都是 两条龙的属性 可能对苏宁来说还是一个好消息 一条风龙 一条水龙 这辽以畏介吧 这没办法 这个是什么火龙 土龙之类的 可能大龙争夺力就太弱了 火龙说着就来了呀 下一条就来了 现在20分钟 时间还是很早 这个女警还需要等 那实际上鬼板甲是做出来了 现在RNG这边放缓了一步节奏 因为对方在三座外塔都掉的情况下 SNG这边比较靠后 所以RNG这边也是稍微的等一下 等对方整理兵线之后 再找机会进野区 而且龙区的视野也一直在控 蜘蛛跟飞机蹲在了一个 龙上面一点点的草丛 又想动中路的加里奥 蜘蛛这边应该是被求过 这个应该是踩了个夹子 这个停路旋有点长 应该是踩了个夹子 W上去打一套 直接把徐红兰奇打出来 现在只有这加里奥 说赶在飞机面前 晃一辆两圈 稍微扛一扛伤害 实际上所有人在这飞机面前 感觉就一套 就必须要溜了 是 而且现在对于RNG来说 还有一个选择 是他的峡谷前锋还在 时间结束了好像 放了 再放 中路再放 这是一个卡了 将近四分钟的峡谷前锋 血量是很足的 飞机点塔很快 像这样一头撞上去 没了 这个防御塔 而且峡谷前锋 血量还挺高的 还要打一会儿 就现在对于苏宁来说 非常的煎熬 就刚才这一波转线 也是先洋装去上路 然后苏宁吸引了火力 想要手上路的二塔 结果中路直接扔小虎先锋 下路捆住这虫子 小虎已经支援过来了 这虫子可远没有 加利奥那么肉啊 开个阵形状 小虎回头走位 扭过一个第四 JOW看到加利奥 快支援过来了 还是撤了这一波 而且兵线没有到 这一波可能能拿的 资源不多 如果单是一个 虫子的人头来说 那上路这边 兵线还是可以去 进行一波发育的 我拿了一下 过这个骑士之势 好像连的是飞机 好像连的是飞机 也需要先手 没有先手到 不过现在 就UZ的一个刷刀数 已经领先女警太多了 感觉这两个人 就这两个中野先 作战力 推遍谁来 好像都扛不太住 尤其这两个 骑士之势也连在一起了 现在尽量的 马上就要把比赛节奏 继续加快 就现在摁住野区的入口 然后摁住野区的视野 你总会坐眼的时候出树 或者被蹲到一波 被蹲到或者龙虚视野出问题 然后树在下面 但也没什么压力 经济上对比中单这边 一个中单位已经领先了 接近三千块了 对 很夸张啊 AD位的话也是两千多 就双C加起来领先个五千 然后剩下的位置 各领先一点点 这个就是最实在的经济领先吧 可能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看到 有的队伍他打野领先比较多 等等 尤其这种蜘蛛打野领先比较多的 作用比较小 没那么明显 但这种双C实实在在领先 真的太恐怖了 主要是中期 这样子RNG的一个双C 在拿到两千经济优势的时候 体现在装备上面 打团是实打实能看得出来的 而且没有办法 就真的是因为没能力开团 导致你看这飞机就 小虎这飞机就是 窜上窜下 三路走 你也没有机会开到它 真的是开团的手段 太过于贫乏 就用这个宝石选出来之后 真的配合队友比较难 然后科加斯的绕后 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靠谱 你感觉大树绕后 对吧 很稳健 但科加斯绕后好像有点奇怪 你去绕后抓对面C位的同时 可能小虎已经 就是伤害都已经贴到女警脸上了 主要是控制技能不够稳定 他这个第四不太可能 说绕后一定能中 就超级倒单包 夏辽忍不了了 正义冲旋往前冲 但是还是没办法留住 三路现在给压力 这个时候倒着倒着 下路线带过来了 兵线中路压力给到 再往下转 清一下线以后 赶紧回来防守 SNG这边 躺狼的位置有点拖后 这时候节俭 接到加利奥 先打一套加利奥 将杜朗呼盾 清线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因为有虫子在 虫子的Q加战争刚锋 清线还可以 对 但乱战当中 SNG还是没有能够在塔下开起来 这个位置 还好做了个眼 阿尔塔的推进是 孙宁很顽强的在防守 这波把你人拉到下面以后 再进上野去抓视野 抓完之后可以再蹲一波 螳螂这W没探到 好 还有预警 往前走的时候再回头 把飞机这个技能给躲掉了 是 小虎很想打一波 如果打残能回家的话 可能有机会把大龙区做点事情 那在野去蹲 海克尔的位置 现在寸不小心啊 现在这野区对海克尔来讲草木皆兵 看这个风吹草东西赶紧跑 对 没有视野 完全没有视野 现在上半野区对于苏宁来说是全黑的 感觉要被苏宁到了 节俭节道 打一套英雄登场 落得下来吗 保不住啊 洛克肯就落得下来 保不住啊 自己也被晕住了 打了个布隆的被动 实际上会之外 开出来 布隆大招 正飞了两个 女警直接交传 飞机交传上去没有 A到女警 跟她打了一套 跟她刺不出伤害这边飞机秒掉 侧面的纷纷感觉也走不掉 闪现过墙之后 被两个人追闪过去 直接再次收掉 小虎现在已经无人能挡了 就她这团战里面 作用蛮明显的一点是 就威罗斯可以在后面处理前排 但她可以直接拖到后排脸上 对 就真的还是太被动了 真的太被动 而且保时期是在这种情况下 是最无奈的 因为她的大招 是有预读时间的 开了也落不下来啊 这种时候 你被控住 然后你等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已经快死了 这大招肯定落不下来的 而且在拿到女警这样子的阵容 在26分钟 是中期时间点 有个一万经济的劣势 其实很难翻 龙拿到之后 26分钟 一万块了已经 对 而且现在最主要的 还有一点是 这个柯加斯很无奈 没办法 就这个虫子现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这个虫子你说 带线吧 跟大树带很没前途 就两个人打不出个一二三 但打团吧 支援速度上来讲 他这个TP落不下来 没等落下来 队友其实前面被开到已经就死完了 就队友提供不了 让他去开团或者是进场的能力 这条火龙拿了下来 三条小龙的收益 现在大龙buff时间还有两分钟多 将近三分钟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 苏宁怎么去守自己的防御他的经济 好 植树这边是甘位红花当绿叶 补完骑士之势又在补深渊面具 螳螂是做了个木刃 对 还是挺有梦想的 希望能在拖下去的时间点里面 抓到一些C位的就是破绽吧 这没办法呀 他从这边过来 被一板钻拍回去了 对 看到了 主要是有颗视野 没Q到东西 这炮车加上这个维洛斯点塔太快了 但这个中上两路怎么说 上过这边二塔直接被飞机推了 中路的话 大叔已经把兵线带到高地底下 我真的这个太舒服了 就单带分推正面你没强开啊 就SN这边正面也没强开 没有压力 对 没压力 我反而单带你下面也开不了我 我就带呗 而且你首塔还是要爆环的一个情况下 对 甚至都进行了一个这个113的分带 就大树在中飞机在上 然后我现在三个人 一看着这三个人也开不了 实在是没得开 上路的高地底下已经被小虎单兵给切掉了 双虫的骑士之势现在都连接在了特资的这个目标身上 双C一人一个骑士之势 蓝色方直接标记了上路的水晶 虫子是没办法 只能回家了 上路水晶带掉 那中路这边这个炮车也把高级塔耗到了三分之二左右的血量 苏宁太被动了 这个时间点 而且大龙时间还有一分多钟 现在给兵线加层 苏宁点吃不消了 塔下加掉想开 那只能撞一下大树 就飞机的AOE砸上去 保时已经没有了想要开团的想法 开正义荣耀想强行开 正义荣耀的减速 减速到了LFB 没什么机会啊 下面的高地也没了 这个真的是开不起来 有点慢性死亡的意思 要破三路了 正义荣耀就是一列式 就基本上很被动很被动了 不看锁链给到 纷纷嘲讽宝石大招开出来 这个大招落下来还能坚持一下吗 坚持不住啊 宝石自己已经先死了 而且布隆闪现大招 很空的个大 加利奥下来救一下女警 但接下来的输出环境太差 只能回家 破三路 这样加利奥也要被赶回水晶 赶回自己的水泉了 小虎这边输出太高了 门牙要掉了 这一波怎么说 宿命要不要负于顽抗一下 宿石拼一拼吧 这真的很难现在 只剩一座宿命花 想先解决 解决了 不过侧面这虫子又在扛不住 狼行这边赶紧Q闪 回到水泉边上 小虎的输出太爆炸了 女警赶紧回基地 那 这一波有点 想最后再打一下 但是小虎跟 又在两人点击里点得太快了 狼狼还没有摸到 小虎就引进阵亡 最终我们恭喜RNG 2比0拿下今天比赛的胜利 两场比赛我觉得 第二场确实 赢的是比较轻松的 当然我也觉得第二场打完 这SNG要回去总结一下 因为第二场阵容选的 真的有点太被动了 真的有点太被动了 而且那一波中路纷纷的一波失误 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就这个阵容拿出来 一定不能出现 就本身 不能掉它 已经很被动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的阵容 一定要现优势 竞技优势 去滚雪球 打野一定要滚雪球 然后首先就是 下路对线 没有对手优势 女警的效果没打出来 然后中路 加里奥被塔下击杀 让小虎非常舒服地 拿到了人头 跟立刻有击杀打野 然后又拿了 一雪塔的经济 飞机直接起飞了 这个飞机真的是直接起飞 是 那RNG今天 BO3直接两场胜利拿下来 赢的都比较干脆利落 只能说第二场 可能从BP的开始的选角 就已经是导致了 就松霓下路 你既然选到了女警 但是没有选择配合 一个更加强势的辅助 就是希望宝石在后面 能够打出一些功能性 但是没有办法 队友的一个劣势 导致中国小虎直接起飞 中坛没有了 就飞机随意支援编路 所以我换个角度讲 就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是马后炮 当时说了很半天 好多这个 好长线黄紫这个点 其实我觉得SNG这局 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就打野黄紫这个点 最终也没拿黄紫 就至少 至少不知道这个英雄 能不能打出他想要的优势 但是至少他开团 是简单粗暴的 而且他把战略带进去 对他可能觉得拿黄紫 前期打蜘蛛有点 不好打 确实在野区是劣势 是的 那这样子上一场的一个曲线图 打了个玲珑塔这局 确实没什么争夺的能力 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 然后这个也没有开团的能力吧 最终是11比0的防御塔 然后拿了三条元素巨龙 最终是30分钟的时候 领先到了16000块的经济 当然既是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没有让苏宁拖到女警的强势期 是的 来看一下伤害 小伙这飞机打了27000 这27000的占比 好像也有40%左右了吧 这伤害占比 差不多了 而且这一场确实在 前面的对线上面拿到优势之后 这个伤害转化率应该是蛮高的 你看野辅加上单是2万2 然后加一个UZ是3万 3万6大概 然后27 不要勉强自己了 36分之27大概就 对吧 应该有个40%左右吧 然后SNG这边确实也没什么太好的 机会能够打出一个高输出了 我觉得两场比赛 RNG在战术贯彻彻上 思路都很明确 然后对线上 对线上确实打的还是很出色的 再加上尤其是第二局 就在拿到优势之后 这种非常窒息式的进攻节奏吧 然后加上对方阵容相对比较被动 就没有留下太多的机会 MVP搬给小虎 没算错 然后169%的伤害转换率 确实这局伤害打得非常夸张 然后从那波击杀之后 原地击杀完中单 再继续击杀打野 直接就起飞了 加上一确打一拿完 是 这一场RNG在蓝色方的 Fan Pick也是做得蛮到位的 拿到自己想要的英雄 对 而且关键是你能明显感觉到 小虎在第二局打的时候 手感已经打得非常热了 他几个那种小走位小操作啊 他的炸油包跟他的W是随便乱用 然后就 你感觉是用的比较随 但其实你又觉得就用的很飘逸 我觉得用这个词形容 很飘逸 每一波都能够游离于对方的技能周围 然后上去打打伤害什么这种 确实手也很热 那SNG在这场失利之后吧 本赛季也是跟RNG战成了一个 1比1平的比分 那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过后 继续总结一下自己 然后尤其是考虑一下 就是当自己在蓝色方的时候 因为第一局他们在蓝色方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拿的也不是特别理想 尤其在当前一个蓝色方 优势蛮大的一个版本 总结一下蓝色方的BP 怎么能够让自己取得更好的优势吧 对 尤其是在拿到了 想要去拖后期的阵容的时候 会不会有别的点 是需要前期或者中期 就是稳住 然后能够过渡的 就是因为其他第一场 先抢的是大嘴 然后第二场是拿到一个女警这样的体系 第一场是先抢嘉莉要大嘴 拿到这样子的一个阵容 就是有可能你会考虑到 你的前中后期需要过渡的情况下 别的路配线的英雄是什么 或者是说你给了 海可这样前期的一个压力之后 如果说他没有拿到这个优势 别的路怎么去扳回这样的劣势 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 很简单就是 你如果设计对线拿强势军 那强势军一定要打出效果 对吧 就我觉得两场真的是有蛮 把宝压在海可一个人的前期发挥身上了 因为两场其实他很努力的 想要去找节奏 螳螂也好 雷克赛也好 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可能一个人头 不足以滚起这个优势 不足以把整一条线的优势滚起来 总而言之 希望他们也能够继续努力吧 那我们第二场比赛结束之后 依然有一个赛号采访环节 我们二两个镜头给到采访系 欢迎来到赛号采访 恭喜RNG获得比赛的胜利 我们又请到的是上单Lemi Hello Lemi 你好 Hello大家好 我是RNG的上单Lemi 其实可以看到 今天的两场比赛 都是非常快速和果断地 就结束掉了这场比赛 那先整体地来讲一讲 就是你们自己觉得 自己的运营能力有提升吗 这是帮助我们的电竞虎来提问的 会有提升吗 就这么简单 就觉得有所提升 但是实际上的话 还是要看在比赛当中的表现 对吗 我觉得最近已经提升很大了 就队伍都偏运营 队伍还是比较偏向运营一点了 可以看到在第二局的时候 你是选择了上单大树 第一局的时候香锅 是靠着这样一个食肉型的树精 然后拿到MVP 那在你看来的话 这样一个英雄 在这两个位置有什么不一样呢 打野的话就打野怪比较快吧 打上路的话就吃的支援比较多一点 然后比较躺一点 就还是有所不同的 那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第一局的时候 最后有一个4v5的团战 还有你个人的偷家 那在这里呢 药丸还有兔丸网都提出了疑问 这一波你们是当时怎么样沟通的 为什么你没有去餐团 而选择了去上路去偷家 因为我很相信我的队友吧 然后我的队友跟我讲 我不用提笔 然后他们的4到5 就是还是很自信的 当时其实大家都有看到 小狗是没有能够让香锅拿到5杀 当时有队内语音有说一些什么吗 好像没有嘛 没有什么 大家都不在乎这个是吧 对 好 这个也是随缘的 好 那其实到现在赛季 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嘛 那目前对于这样一个RNG 在整体的排名 还有一些目前的队伍状态的情况下 你个人是感觉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算中等吧 就还需要继续努力的 我感觉RNG的每一位队员 都对自己的要求还蛮高的 一直觉得还不够 好了 那也感谢君泽来到 我们的赛号采访 接下来公布一下 在本次握手环节的幸运观众 分别是5排22号 3排10号 11排7号 5排10号 以及1排14号 那接下来的时间 继续交给我们的两位接受 好的 感谢罗欣 也感谢Lazmy接受我们的采访 那今天的两场BO3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看得过瘾了没有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赛果吧 第一局比赛当中 京东Gaming是2比1战胜了牛逼 而在第二场比赛当中 RNG是2比0战胜了SNC 那今天作为B组的同组对刚赛 我们也来看一下 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 B组的一个积分情况 有记得在赛前 RNG和牛逼是积分持平的 但在这场打完之后 RNG在胜场上是追平了WMG 在多输一轮的情况下 暂时位列B组的第二 第一名就是8缸3的OMG 然后牛逼在输掉之后 也是7缸5来到了一个小组D3 紧随其后的就是5缸6的老干店 以及今天在失利之后 战绩来到5缸7排名第5的SNC 那京东Gaming虽然取胜 但依然以4缸8的战绩排名小组 最后还需要继续努力 是 也是希望所有的战队 能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拿到自己想要的积分 是的 明日的一个赛程 到14点的时候 为大家带来是 iMate对阵EDG的比赛 那16点的时候 是DN对阵Snake 18点的时候 为大家带来是 IG对阵W1的比赛 是的 临时路小区内战 然后但再次挑战 临时路副本2.0 以及远古两支老牌 豪强队伍之间的正面对决 相信会非常有意思 是的 而且明天也是周六 我们下午2点开始 就有三场精彩分成的 比我再等待着大家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也是来到了 最后一轮的小组 同组对抗赛 所以临近常规赛的 一个尾声了 大家常规赛 且看且珍惜 好 那今天的直播 到这就全部结束了 也感谢各位观众 一直以来对LPL的 支持和收看 我们明天下午2点 不见不散 大家晚安 晚安